那么我们的这个断代我们要怎么去断呢 首先大家就要记住我们的这个元明清的一个朝代表 元朝呢 大家只用记得元朝就好了 那么明代呢 我们把它分为这个明早期 空白期 明中期 明晚期 还有这个明末 然后清代呢 我们把它分为清早期 清中期 清晚期 然后还有到后面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民国 刚开始呢 我们不用把它分的特别细 比如说我们明早期 洪武永乐宣德 明中期 陈化 红字正的 我们把它分的这么细 刚开始呢 我们不用 我们只用分这个明早期 空白期 明中期 这样子就可以了 在我们刚开始学习这个词系的时候 我们去断代呢 我们也会借助一些书籍 一些工具 一些资料 当然这些资料呢 其实大家都是不愿意去把它公布出来的 为什么呢 这个大家都懂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受之以鱼 就是说把这个捕来的鱼给你 但是呢 不会把这个捕鱼的这个方法 这些根本的技巧传给大家 但是呢 大前觉得无所谓 现在呢 我们去给大家分享一些可以有助于大家断代的这些资料 好像这一套资料呢 是有助于大家去给这个瓷器断代的 这一套书呢 那他讲的就是这个文士啊 这个明清瓷器的就是这个文士龙凤啊 动物人物花鸟图案四季花卉啊 等等的 还有博古文字景物这些都有啊 我们拿一本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人物的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人物呢 主要就是这个音系啊 四女高士神话 历史戏曲人物等等的啊 然后我们排在第一的呢 就是这个音系图 然后呢 这本书他从这个啊 永乐的人物啊 宣得的人物啊 一直到啊 包括一直到后面走啊 每一个时期 他的这个人物啊 他都有在这个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啊 所以呢 我们看到有这个人物的这些瓷片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本书上面去翻阅啊 基本上呢 就可以给他做到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断代啊 从这个明早期啊 一直到这个清代啊 都有啊 包括到这些乾隆啊 包括到后面啊 这个童质啊 晚清啊 啊 等等的啊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要借助的这个工具啊 还有呢 就是这本书啊 这是一个宽尔什的一个宽尔什大全 啊 那么这本书里面呢 他有写啊 每一个时期 他的这个款啊 所以说我们看到如果有底有底的 他底部上面呢 是有款了啊 大家可以就可以借助这本书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比如说像这个啊 大米轩的连制啊 大米轩的连制啊 这是康熙坊的啊 大米轩的连制康熙坊的啊 那么大家呢 就可以借助这本书啊 然后呢 可以给自己的手里面的瓷片啊 做这么做这么一个断带 好像我们这个奇遇宝领之争啊 这个康熙的啊 对吧 啊 像这些啊 都有啊 啊 所以说你碰到底款 如果说有问题的啊 不清楚的 你就可以翻阅这本书的一个资料 然后你就可以做到一个断带 出带出来 UH breathe 水